用什么方法对治这些烦恼最有效呢 无过于大师智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 这个方法很有效啊 一佛念佛不必多 常常想四十八月 两目阿弥陀佛 向阿弥陀佛学习 常常想着 经典里面 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里面所有的教诲 佛教给我们 哪些事情我们应当要做 哪些事情不可以做 佛教我们做的 我们认真努力做到 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 我们决定遵守 不犯教计 这就是真修行 那么这个样子早晚两堂库就运用到生活上 完全落实在生活当中 这个遭莫傲寇的功德无量啊 绝对不是说早晨念一遍给佛听 晚上念一遍给佛听 就交差了事了 那个没用处 那个世界 轮回心 来做这个昭摩二库 将来结果还是不免轮回 这是不解如来真实意 所以要懂得遭莫二库怎么个做法 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做 要用什么心去做才相应 这是真实将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 否则的话 我们想落实也无从落弃 有佛报的同学们 无论在家出家 将来你们住持道场 红化一方 那这个昭摩二库就极重要了 你要用真实心中做 敢得祝佛菩萨 互念 龙天善神 互持 你的道场 自然就信忘了 自他居得真实的利益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好 时间到了 好 时间了 好 时间了